原标题又遭遇网络暴力李嫣 这一次不仅录的签名更透露 对网友的失望今年的圣诞节 虽然大家都知道王菲的安排 是提前带着小女儿李嫣去日本游玩了 但架不住她的防拍意识比较强烈 所以媒体依旧没能拍到她的身影 反倒某幸运路人早前12月20日 放假坐飞机回国时 在机场偶遇了正要登机的天后 并有幸拍下了她的身影 虽然该网友因为不想打扰爱豆 所以没有上前只是用了相机的拉近功能 远远拍了一张照片像素显得有些渣 但整体还算是蛮清晰的 能轻易分辨出入境的那个人 正是窝尾天后王菲女士此外 据该网友与其他瓜友互动 分享得知 当时王菲身处东京机场 选定的是前往北京的航班 看来是在结束旅程回家的路上 是与王菲此行的旅办 兼亲亲闺女李嫣 虽然没有被拍到脸 但据该网友表示也是在的 而做同一航班的她 事后又在飞机上近距离看到母女亚 对于该网友一次性就遇到了 王菲及李嫣不少网友表示羡慕 更是呼喊她多分享一些照片 但不知是被其他粉丝全组 不要曝光偶像隐私 还是她后续就没有拍了 总之并没有再更新其他照片 让网友们的期盼落空出来 要不是李嫣刚刚又遭遇了网络暴力 这一次与妈妈一同出行的 她可能会更新一些视频与网友们分享 但很可惜没有说过 接二连三遭遇莫名指责的她 不仅愤怒到将刚开通的两个抖音账号的内容都清空了 其中一个账号上那句型的 我自以为是我自大狂 你们最善良十分直白的签名状态 更是暴露了她对网友们的失望 才12岁的李嫣 其实还是个孩子虽然优渥了家庭环境 以及天后妈妈带来的光环 让她的人生看着要比普通小孩绚丽精彩 很多 但思绪这些标签包装 她并没有什么大毛病 有的只是一些小缺点 还是可以改进的那种 所以 不要太苛求她理智评价和谐你我她 把她提供的 优优独播員